歐利 大家好 我是白癡公主A減 繼續網美評辱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關於IKEA 恩格冷知識 IKEA 冷知識 IKEA 怎麼發音 就讓我們來問問當地的瑞典人如何唸IKEA 在俄國我們說IKEA 但在美國英文說IKEA IKEA 冷知識 IKEA 一開始不賣家具的哦 而是鉛筆皮夾手錶珠寶等等雜物 IKEA 全世界的IKEA餐廳食物都一樣嗎 嗯 一樣 只是他們的馬鈴薯是一整顆 但我們的則是馬鈴薯泥 不過也有部分不同的地方 像瑞典IKEA的鮭魚是冷的 因為歐洲很愛吃冷的食物 1 2 3 4 5 6 7 IKEA 創辦人Ingra Kambra 在他17歲的時候創立了IKEA 我17歲的時候還在飛 IKEA 咖鱗筍 瑞典的MHOOD 是IKEA的發源地 全鎮有80%的人都在IKEA工作呢 IKEA 冷知識 MHOOD 有IKEA博物館 IKEA餐廳 跟IKEA HOTEL IKEA 冷知識 所以IKEA這個名字取之於創辦人 Ingra Kambra 的名字 還有他生長的農場 M的Reed 和家鄉 Aganary的開頭字母的組合 一堆英文瑞典文我念得很崩潰 IKEA 的姿勢 IKEA著名的藍黃招牌 是來自於瑞典國旗的顏色 不過其實一開始IKEA的招牌 還是黑白色 IKEA 冷知識 IKEA 行路的照片 都是在MHOOD的超大攝影棚拍的 其中有四分之三 都是3D繪製出來的 IKEA 很吉祥 IKEA 行路和DM模特兒 都是小鎮上的員工 要讓照片看起來更生活化 更真實 會覺得MODEL很親切 一種隔壁鄰居的感覺 IKEA 冷知識 不過事實上 創辦人 INGRA CAMPRA 真的是以勤儉為名 聽說他搭飛機都只搭經濟場 IKEA 冷知識 IKEA 禁止在店內玩桌明場 但沒說不准睡覺 IKEA 冷知識 IKEA 的商品非常多樣 而且開發部門 每年會訪問一千多個家庭 了解實際需求 IKEA 要開發出一千商品 需要好多關卡 IKEA 冷知識 歐洲人幾乎都使用IKEA家具了 所以每十位歐洲兒童 就一位爸媽 是在IKEA的床上製造的了 IKEA 的姿勢 IKEA 全世界的store 是不是都長一樣呢 動線差不多賣的東西也幾乎一樣 但最不同的就是 每個修潤的設計及擺飾 會隨著不同國家的習慣 居住空間調整 總之 嗯 都像迷宮一樣 娘剛洗完澡 1 2 3 4 5 6 7 不曉得你們家裡有沒有養貓 據說這個玩具 喵心人都會很喜歡 看到它一定要舔它 聞它 咬它 寵物界超級夯的熊布偶 就在IKEA IKEA 針對玩具非常用心 一定不會有鈕扣 通常是全部料的玩具 所以不管是毛小孩或是真的小孩 咬的都不怕吃到鈕扣 IKEA 咬鈴筍 超便宜這個玻璃罐 只要台幣15塊 這個碗也是台幣15塊 很有份量的玻璃杯15塊 IKEA 家具這麼便宜 這就要歸功於IKEA 最強的設計 及研發團隊 一體化的設計 連一根螺絲都不用 低價要減少資源浪費 方便消費者組裝 還得了設計大獎 讚哦 研發團隊也會積極尋找新的材料 來降低成本 難怪IKEA 的產品能夠這麼便宜哦 IKEA 冷知識 IKEA 商品名稱有秘密 像我後方他們的櫃子的名字 都是用KALYX的名字來做秘密 但其實它是瑞典北部 一個小鎮的地名的名字 像這個呢 POPPY KONG 它其實是黑胡椒的意思 但它是花瓶 因為創辦CAMPRA 認為名字人性化 比較讓顧客容易記住 Julie Senior 是鑄鐵鍋 兩批團被秘密為LUDED 其實是瑞典文男性的名字 在我剛踏入IKEA 這個store裡面之前 我的墨鏡就這樣不見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回頭 到最一開始的地方找眼睛 但很開心的時候我們已經找到了 我們本來想說可不可以超進路 沒有辦法 它這個路線動線就像迷宮一樣 你一定要走完才有辦法到出口 聽說是客人撿到了 然後交給店員 嗨 有沒有發現IKEA Store的動線設計 像迷宮無法回頭 就是因為東西賣的太多 整個路線希望你一目了難 好的 以上就是關於IKEA 恩格倫知識 希望有滿足到各位喜歡IKEA的朋友們 那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看個十遍 訂閱頻道 按讚粉絲欄 最重要的記得在旁邊分享喔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 就這樣 掰掰 阿嬤 你們大便都是怎麼做的 這樣子嗎 還是 這樣子 還是怎樣 是走音了吧 IKEA IKEA IKEA